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是建陀罗艺术的辉煌 在这一部分我们重点展示 建陀罗艺术的方方面面 和它的艺术特点 我们知道贵双王朝时期 给整个的佛教艺术世界带来的变化 是翻天覆地影响极为深远 在这里面有两点值得强烈 第一点就是建陀罗艺术 它是建立在大臣佛教流行的基础上 大臣佛教主张的是佛 它不只有仪式 它是一个时间的片段 它有无数的佛存在 它有过去现在和未来 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 这个时候的佛不仅被发明创造出来了 而且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不同时间段的佛像 另外一个它还出现了很多的 跟世间关系极为密切的菩萨像 这位佛教的反用创造了极为重的条件 另外一点就是在历史上 建陀罗艺术它在发明的时候 它实际上它是由很多的不同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艺术成果 这一地区有非常活跃的古希腊罗马的工匠 有来自于不同的民族的工匠 在这里面一起创造出来 带有多元文化特色的一些艺术品 这里面我们根据建陀罗时期的主题 大概可以把它的佛像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佛的前世的生活记录 这就是本身故事 这是大乘佛教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 也就是说佛它有无数次的转世 然后才能在这一世成佛 而它无数次转世 每一个转世就积累了功德 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它才注定它在这一世要成佛 而这个故事就是它过去的无数次转世 积累功德的故事 就是我们这里面说的本身故事 而它在这一世 从出生到涅槃之间的成佛 和它传法的故事就叫佛传故事 所以我们第一步讲的是本身故事 我们可以知道本身故事 实际上它是一个积累了 大量的带有民间色彩的一些故事 然后给它套在佛的某一个转世身上 出现的一种带有道德伦理性质的一个故事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在我们以这个为例 这两个其实上它是讲了一个故事的连续画面 在这个故事里面 它讲的是一个叫山子本身的这么一个故事 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出场的是国王 他拿了一个弓 然后他张弓搭剑 但是不幸的是他在取水的时候不幸中见了 国王没射中动物 把他给射死了 这个人就叫山子 然后他就告诉国王说 在森林里面跟他修行的实际上有他的年迈的父母 于是国王怀着内疚的心情 我们看这一块 他就看出来了 他就来见到这个老两口 他告诉他非常内疚的说 把你的儿子给射死了 那当然老头老太太 他非常的悲痛 于是他跟着国王去看 他的已经去世的儿子 但是到了以后 突然发现儿子复活了 这是因为天神不忍看到这种场景 于是把儿子给救活了 这个场景实际上代表的是 这个山子本身里面的一个非常高潮的一个阶段 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救活这个人 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前身 大家就知道 这就是无数故事的累架 也就是意味着无数的功德的累架 才造就了今天释迦牟尼佛的转世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我们讲一讲这个故事 这就能看出更多民间故事的色彩 你比方说这里面站在这两个女子 她叫二父真子 本身实际上呢 这里面中间的站了一个小孩 这两个女人都声称这个孩子是自己的 于是呢 这个判决的人就说啊 那你一人拽一只手 使劲拽 谁力气大 那孩子就归水 当然这个亲生母亲怕孩子疼 她就会放手 然后呢 最后判决的人就说 你这个 你这个放手 这个人才是真的母亲 那这种故事呢 我们其实在中国的民间的故事里面 或者在中国古代的这个记载里面 这种故事也有很多 所以呢 类似的这种 带有非常民间化的一种故事的情节呢 其实分布在很多的不同的民族的 民间传说里面 也就是说在本身故事里面 收集了这些带有伦理道德的 带有一些 这个民间文学色彩的东西呢 最后形成了本身故事的一个 主要的内容 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在剑陀罗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故事 就是所谓的燃灯佛授记的故事 燃灯佛授记呢 在大部分的佛教世界里面 它都只是一个本身故事 但是在剑陀罗呢 它可以分在两个领域里面 它既可以分到本身故事 也可以分到佛传故事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呢 大家知道 建陀罗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佛陀从来没来过 然后呢 建陀罗由于贵僧王朝的兴起 佛教的在这里面的兴起呢 它需要创造跟佛的直接联系 它去以这个 燃灯佛授记这个故事 来宣扬 我虽然佛没到过我这个地方 但是他的有一世 曾经来过我的这个地方 这就是燃灯佛故事 能够在剑陀罗地区非常流行 而且发达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呢 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场景 这边呢 是一个男孩 他手里拿了花 旁边那个女孩呢 手里也拿了花 这就是说 有一天呢 这个男孩叫如同 他有一天呢 看见了当时 他那个世界的佛来了 这个佛叫什么 叫燃灯佛 这个旁边的这个佛 就是燃灯佛 他看见佛过来了 他又想供养 他手里没啥东西 于是呢 他就跟这个女孩买了花 他把这个花呢 抛在空中 当佛过来 抛在空中 这个花呢 就在佛的头上散开 不落地 于是呢 这个佛就见证了这个奇迹 说这个孩子归一半 于是他预言说 这个孩子将来呢 就会成佛 名字就叫释迦牟尼佛 然后呢 这个佛在走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地下有水 有泥泞 这个孩子呢 把头发披散下来 让佛从头发上踩过来 这就叫披发眼泥 这是燃灯佛的核心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开启了佛传的一个 第一个场景 所以呢 这个故事在建陀罗 非常的流行 他实际上跟建陀罗 一直在造神 把他变成一个佛教圣地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燃灯佛的故事呢 对于建陀罗来说 它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神话故事 对于建陀罗来说